本港與內地全面通關 走向復常 上月訪港旅客為三年來首次重上百萬人次 本港二手樓價 亦於今年初止跌回升近百分之四 然而 近月來各大發展商推售新盤時 均紛紛劈價一至兩成級客 甚至比去年全年樓價跌幅近百分之十五環要大 究竟個中有何因由 受新冠疫情及家式陰霾笼罩 2022年樓市處於水深火熱之中 新盤交投量大縮水 完全打亂發展商推售部署 去年新盤成交量僅6月9,100宗 不但按年大減45% 更創2013年 一手住宅物業銷售條例 實施後近九年的按年伸低 中原地產根據地政總署資料統計 2022年共批出36份預售流花同意書 部分拆開兩至三期推售 攝20554貨 即使可以隨時開售 為大多數發展商軍案兵不動 當中僅16個新盤已開售 攝8861貨 其餘20個尚未推售 攝11693貨 主要是市區盤 全部要順然至今年開售 連同今年有4萬貨潛在新盤供應 及滾傳現流貨尾預1.7萬貨 意味今年可供發售一手盤單位近7萬貨 相當於5個太古城 面對海量的新盤供應量 相對於指持有一至二伙的二手楼業主而言 發展商作為新盤供應者 更要考慮環球經濟表現 及成本管理風險 如本港去年中開始步入加息周期 部分發展商近年新購入的地皮 借錢融資同樣承受加息壓力 而不少新盤由於去年受市況差影響未能推售 令發展商難以提早套現 部分新盤如今已接近入伙或留花期 已大大縮短 如果發展商仍未能售出單位 等到現樓財賣的話 將令利息成本加重 亦影響在投地或保地價的資金部署 由於今年新盤供應量明顯增加 加上本港復償初期 打工仔收入未必增加太多 發展商要加快去貨速度 又要令普羅市民入到市 自然要實行薄利多銷的銷售策略 與此同時 多間發展商亦正積極配合政府增加土地供應 包括參與土地共享計劃 積極將農地轉駐宅地 或者將酒店轉駐宅地 以至船奧轉公司營駐宅等 這些都是十分龐大的計劃 每個項目供應量至少數千至約萬火 亦涉及大額的保地價 作為發展商都希望趁經濟復甦前買入平地來投資 早前政府官地都要樓標收場 反映發展商與政府的股價存在差異 如今發展商紛紛拍價賣樓或市場熱烈反映 亦可以令政府的股價有新參考值 相信亦有利加快相關地皮的保地價等進程 復古人 非常嬌